fansupermart.com 好,終於完成了麥克風 首先跟大家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11月份的 我們投資組合的每月展望 都順然到了11月尾 本身這個是10月份的更新 應該在11月初去搞 但其實大家可能 如果是我們客戶都會知道 其實在11月初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在籌備 FSM1 也就是我們全新的網站 所以其實那時候都比較忙 但去到現在這個時候 都跟大家做一個 我們10月份的更新 亦都事不宜遲 其實都跟大家說回 我們對於這一個 投資組合的一些更新 甚至是一些投資策略的展望 好,在這個10月份 如果我們去到就是 這個第三張Size 大家會看到 其實在整個10月份 大體上都很明顯 就是這個風險資產 繼續受到追捧 尤其是在股票市場方面 我們就是看到整體的發展 都尚算是不錯的 其中是值得留意 就是這個發達成熟市場方面 其實普遍都是一個升幅的 而其中就是日股 可以說就是在發達國家當中 甚至乎就是在10月份 主要的單一市場當中 亦都是表現最為突出的 大幅上升 就是8.13% 主要就是因為安倍政府 解散了眾議院之後 提前大選 而大選的結果 亦都是令到 就是執政自民黨 能夠取得大多數議席 市場是憧憬著 安倍政府是能夠進一步 實施自己的一些經濟政策 安倍經濟學是有望有效實施 亦都是加深了市場 對於日元貶值的預期 所以當時我們看到 日股尤其是出口商的股份 大幅上升 亦都是非常受惠 日元再貶值的交易概念 以至到日股 有一個單一月份 大幅上升就是8.13% 很久都沒有見過 日股有這麼強的升幅 其餘你會看到 整體來說 發達成熟市場 都是做好的 美國 甚至乎歐洲 其實它的表現相當不錯 但是說到 去到新興市場 就是我們來看 主要的案發區域 按版法去看 其實新興市場 或者是當中 亞洲的股市 是繼續非常強勢 而在10月份 我們又見到 這個亞洲市場 能夠跑形 整體大範圍的新興市場 主要都是靠 中港股市的推動 在10月份 我們見到 無論是中國的H股 即是在香港上市的中資股份 同樣市場方面 就是中國A股的表現 亦非常伶俐 中港股市連帶A股 都是有一個比較出色的表現 但另一方面 為何整體的新興市場 雖然包括亞洲 或者七成以上 都是來自亞洲相關的股市 為何會是滞後 跑輸給亞洲市場 主要是因為歐非中東相對比較呆滯 更加重要的是 巴西的市場 其實都是比較動盪 亦都見到 10月份出現一個調整 以至整體的 拉丁美洲市場 錄得一個 負3.7%的跌幅 也沒有太多特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 在第三季 巴西股市強勢反彈 而在10月份 沒有太多負面的新聞 有可能是 對於巴西總統 特梅爾的貪污指控 好像遲遲都繼續在糾纏 但其他又會沒有很重大的 基本面的惡法 似乎沒有 似乎10月份的跌幅 更多是反映著市場 可能經過了第三季 一個強勁升幅之後 有一個整固 或者是獲利調整 也不出席 另一方面 就是去到贈獻市場 我們看到 也不算是 有任何一個類別 十分之標青的表現 是看到的 其中 我們甚至乎看到 兩個板塊 贈獻市場的類別 包括三星市場的 本幣債券和環球綜合 是錄得附送回報 而其中 用本幣計價的三星市場 超過七成以上的跌幅 都是來自委內水拉 主權債券的違約 憂慮 而令到 新興市場的債券 尤其是用本幣去計價的債券 是有一個跌幅的 所以不算是 例如說 有一些很差的情況出現 整體來說 只不過是集中在單一兩個 新興市場的主權 遭到拋售 但也值得提提 其實新興市場 踏入11月份 頭三個星期有數據 都看到連續錄得 資金淨流出 都逆轉了 今年我們大部分時間 看到資金淨流入的情況 可能代表著新興市場 甚至乎 這個情況 不是集中在新興市場的債券 在高收益的債券方面 都看到的 在11月份開始 所以其實 看到就是 部分的資金淨流出 較高收益 較高風險的債券 撤離了 這個值得留意 而在比較安全的分類 在10月份來說 環球綜合債券 Global bond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跌幅 都沒有辦法 因為美債十年期美債 其實都是在9月初的時候 一下子抽升 其實這段時間 其實美債都是穩步上漁 而令到一些比較低風險 比較安全的債券類別 他們的債券都是遭到拋售的 整理在這個背景下 其實看到的 截至到2017年10月底 我們的投資組合成立 至今的表現 亦都是進一步 就是升幅是擴闊的 五個投資組合 都是能夠跑贏相應的基準指數 而其中就是看到 當然比較進取一些 投資組合 包括就是進取型 和中國進取型的投資組合的表現 是更加理想的 那這裏當然就是 拿到10月底的數據 就不是很更新 如果大家是客戶的話 可以Lock in 回你的帳戶 看看這個表現 或者其實如果我們拿到 11月22日最新的數據 其實都是已經突破了 就是31% 31點幾% 這個累計是升幅的了 都是繼續 非常受惠分 就是我們自己投資組合 裡面一些主要的持倉 尤其是亞洲的股退基金 和中國股退基金 在這個11月以來 表現繼續是非常之強勢的了 這也引證著 我們自己如何看好 中港股市 以至亞洲股市的觀點 一會兒當然會再說 這個是累計的表現 如果大家記得 可能在三四個月之前 其實我們都是用一個月 三個月的表現 其實都未必能夠 那麼輕易跑贏的指數 因為其實這一網 之前也有解釋過 股票市場的升幅 都幾靠這些大型籃籌股 去帶動 全重股帶動 以至基準指數的表現 其實是幾厲害的 亦都是令到ETF的表現 是不錯的 那麼相反 主動型管理的基金 其實它很多時候 不是那麼緊貼基準 或者不是那麼多 配置的一些大型股股 所以其實 有些時候 是會比較濟後的 但是這一網 又再回來了 我們見到 主動型管理的基金 表現都相當突出 你看回我們投資組合的表現 去到一個月有三個月 其實都是能夠考驗 相應的基準指數 累計表現都好很多 那麼在統計數據方面 當然不用說了 我相信如果我們拿到 11月22日的數據的話 電化的收益 其實應該以進取型來說 就是突破14%了 因為都沒有辦法 過去12個月 我們投資組合 連升了12個月 那麼如果我們拿回 單一指數方面 單一股指 其實在全球的範圍當中 都很難會找到一隻 任何市場 是能夠在過去12個月是連升的 但是我們的投資組合 是做到的 由去年的12月開始 已經是連上升了 連下 就是我們拿到 11月22日這個數據了 假設如無意外 接下來幾個月 沒有重大的調整 應該是會連升12個月 那麼都沒有什麼 特別任何一個股指 可以做到的 都印證著 我們用一個全球範圍的投資 廣泛分散的投資方式 其實都是在一些動盪市場底下 是能夠對抗這些風險之餘 股市上升 我們也是能夠把握的 現升12個月 都真的挺罕見的 我想在很多投資工具方面 尤其是考慮去年年底的市場 所以連下收益方面 已經進一步拉高 當然無風險利率就沒有太大 去到10月底 另外拿到11月22日 這段時間 其實就是十年期 美國國庫債券的息率 就不算是太大的異動 所以連花 科幅方面 其實也是沒有一個惡化 所以整體來說 下譜比率方面 尤其是我們看到 這個中度進取和平衡益的下譜比率 也是進一步拉高 應該這麼說 五個投資組合的下譜比率 都是進一步拉高 只不過就是明顯地 相對比較高 就一定是我們 投資的三個投資組合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股票 市場的升幅都非常明顯 拉高 年化收益 那一刻 亦都是比較飆輕 所以他們的提振效用 是非常明顯的 去到比較 我們一些 Global Balance Funds 當然其實 市場的排名 沒有太大的變化 因為在這時候 尤其是市場 都連升一段時間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軍行基金 一些 Fund of Funds 可能他們偏重 比較多 就是放在股票的部分 可能他們是 可以是靈活到 去到七成以上 都不出奇 但是就算是 平平無期 正正常常的 可能都邪六四之比 也就是說 比較偏多 就是放在股票的部分 所以你和我們一些 比較保守的投資組合 我們大部分 都是放在債券基金 那些投資組合 例如中度保守營 或者保守營 在這些市場 當然是沒得比的 但問題是說 我們買 可能部分的投資者 為何要買中度保守營 或者保守營 投資組合 不只是有一個 很強勁的升幅 在這個風控方面 或者是在整體 投資目標 或者是風險承受 的取向方面 我們都要考慮 所以不是說 好像硬要和 Global Balance Funds 去比當市場 大幅調高 就是這兩個 很保守的組合 股票的部分 這些肯定是不是這樣做的 所以都沒有所謂 就是我們 給大家的資訊 就是去做花博的比較 但是你看到 就是進取型那些 我們都是 我們那幾個投資組合 都明顯地 大幅拋離市面上 一些環球 廣泛配置的 Global Balance Funds 那我們 我們 照一照一些 風險批路聲明 我們再比較 就是這些環球 這個 多元資產 配置的 基金中基金 Forth Fund of Funds 都明顯地 如果我們是比較 進取的兩個投資組合 都能夠持續地 跑贏市面上 大部分 可以投資者 買得到一些 零售的分額 Funds 都 這個Ranking 沒有太大的變化 純粹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對應 就是大概 我們 大家都是 差不多的風險 取向 或者投資目標 那些投資組合 通常都是我們 投資組合 能夠跑贏的 所以這也是給大家做參考 去到就是 在我們的持倉方面 持倉方面 都明顯地 因為在過一段時間 股市 是非常受惠的 就是中港股市 和亞洲股市的表現 以及 剛才我們說過 過去一個月 二日股股升幅 也是非常凌厲的 所以你看到 就是我們投資組合的表現 整體來說 都是繼續有一個 進一部分提升 而在單一的基金層面 股票基金的部分 你見到就是 最大的推動力 當然就是這個 中國股票基金 所以其實我們本身 在這個核心的配置 已經是有買到 就是中國股票基金 再加上 就是在中度 進場營業 就是進場營業 進場營業 我們是有一個 副度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去靈活 調配一些 我們體股市場 我們亦都是傳授 是壓住 這個中國市場 所以這一部分 是可以有效地 更加強化 就是我們可以 給投資者的潜入 而事實上 我們自己基金創委的 基金回號 就是這兩種 中國股票基金 其實表現 亦都是相當出色的 那麼日本小型股 的基金 亦都是 就是我們組合成 至今以來的投資表現 都已經是 強化去到 43% 那這裏 都相當受益 就是過去 10月份 日股整體市場 表現的狀況 那麼 亞洲股票基金 其實亦都是 這裏都不詳細多說 但是整體來說 都見到 這些基金 主要拉動 我們投資組合的表現 這裏是拿到10月底的 我相信 11月12日 我們看到的數據 是更加強勁的 尤其是亞洲股票基金 都會輪到法令 那麼 去到 這個債券基金的層面 其實 變化不是很多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如果你看看一些基準 他們的變化不是很大 沒有說有什麼的債券 裡面是特別標稱 有哪些做得特別差 差是見到的 例如是新興市場的基金 跌幅 相對明顯的 尤其是本幣的基金 但是呢 我們自己倉位的 新興市場債券基金 又沒有見到 有太大問題 因為本身這隻基金 是買得多 一些硬幣的 新興市場債券 也就是說 主要以美元計價為主 所以其實它的表現 亦都是 挺抗跌的 可以見到 就不太有關係 又要跌 如果是10月份 就見到一些 比較短期 避險 低風險 低波幅 一些全續期的債券基金 輕微 有一點點下跌 那麼 所以都 整體的發展 沒有見到 就是有些什麼 很重大的pattern 見到 但是 怎樣都好 因為債券基金 你見到來來去去 一定是 即是長線來說 它一定是 比較高收益 相對來說 風險 或者投資風格 比較進取 這些債券基金 長線來說 一定是比較好的 投資倉 我們這個債券部分的倉位 高收的債券 新興市場的債券 當然 長線 累計的表現 會比較出色 但是 可不可以代表著 其實我們100% 要全放進這些基金 既然 長線的表現 比較好 絕對不是這樣投資 因為 本身 這個保守 一些投資組合 我們都比較多的資金 去調配下去 就是債券基金的層面 而本身買這些 比較保守的投資組合 的投資者來說 它可能本身真的 挺保守的 它本身是不希望見到 有任何重大的起跌 或者大起大落 非常波動的情況 所以其實有必要在投資組合 甚至乎 在債券倉位 裡面 我們不是說全數 是調配 只是一些高收的債券 一些比較防守性 或者是波動性比較低 穩穩陣陣的債券基金 例如 環球債券基金 在任何時候 對於這些投資者來說 都是適而持有的 採取一個穩打穩擇的方法 去建構債券的部分 這個我們會覺得 真正能夠夾得到 保守營 或者是中度保守營 在債券部分的健康方法 所以這裏也是解釋 長地看 你肯定看到 組合成合資金 表現最好 當然是一些high yield bonds 表現相對比較濟 肯定是一些比較穩陣的債券 一定是很正常的 但是倉位方面 就不可能完全停止了 完全是不買一些global bonds 去到我們的RSP投資組合 就是這個定期投資組合 其實去到10月底的數據 進取營和平衡營 表現擴闊 幅度比較明顯 相反就是 防守營 其實它的表現 改善幅度不算是十分明顯 因為本身這個投資組合 已經採取一個月供的方式 這個回報 我們假設是每月定時定投 在15號去公款投資 所以採取這個平均成本 甚至在防守營的組合 其實它的債券的部分 債券基金的部分 比較多 剛才我們也說過 在過去一個月 賺券市場 都不算是一個特別 十分之標稱的月份 所以其實儘管10月份 我們說過整體市場的發展很好 我們那幾個 五個的一筆個 投資組合的表現 是怎樣去擴復 去到RSP的投資組合 定期的月供的投資組合 來講 在新增生型和平衡 有進一步的改善 在防守營業 於宇宙去編重 在大規基金方面 還要採取一個月供的方式 所以他的表現 的回報方面 相對比較激烈 這是我們的月供投資組合 持倉的表現 很明顯看到 我們自建倉以來 其實這些基金的倉位 累計的回報 也都是非常出色的 其中當然表現最好一定屬於中國的股血基金和新興市場基金 連帶亞洲股血基金也有一個非常優異的表現 在債券基金的倉位方面 就是亞洲的高收益債券基金和一些環境高息債券基金的表現相對比較出色 這個建倉的時間是2016年3月15日 事後我想回當然也是市場其中一個低位 因為當時是經過了融卷機制、人民幣匯改 再加上一些油價的下跌、報收的債券遭到拋售等 一系列很負面的、很多很差的負面新聞的時候是成立的 當時成立的市場氣氛當然不是那麼好 甚至乎我們成立的初期投資者的反應也不是那麼熱烈 但其實現在想回是一個絕對低位 所以你看到我們投資組合的基金的表現 雖然成立的時間不是很長 其實類似的表現也挺誇張的 亦是代表著就算我們在這個月供投資組合中的 選擇的基金、基金的篩選 也是挺嚴謹的 以及挑選出來的基金出到來的結果 也是挺好的 這是給大家參考的 但是在這個月份我們主要是想跟大家說回 就是說我們做了一個投資組合的行動 也就是說基金的轉換 我們是換出了一隻的基金 而這隻基金一直是我們自己的倉庫裏面 其中表現最好的基金 就是NB中國股票基金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動呢 首先要講一講 因為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在今年的8月底 基金的AUM資產管理規模 超過了13億美元 那一向其實這些基金 是有一個策略性的目標的資產管理規模 大概是15億美元 那當時去到一個就是境界線的水平 13億美元 那基金公司就去宣佈第一個Soft Close 就是暫時軟性停手 就是暫時限制一些新投資證的研究 現有的投資者的研究 就是暫時就不受影響 但是呢 它短短就是Soft Close 公佈之後 其實短短一個月之內 反而是看到很多投資者 繼續湧入這隻基金 是盡最後的可能 就去將一些錢投資下去這隻基金 而拘捕了這些基金 所以短短一個月之內 我們看到就是基金的資產管理規模 就已經是觸合了一個 15億美元的一個即時的限制 那觸合了之後就有一個 的硬性的關位 就是一個Hard Closer 那就完全不再接受 就是新舊的投資者的認購 這個對我們的影響都大 因為本身我們的其中一隻 中國股票基金的資產 就是NB的中國股票基金 它對我們的投資組合的貢獻 是非常顯著的 但是問題是說 它是有一個Hard Closer 我們之後不可以再買這隻基金 那這個是嚴重限制了 就是我們自己投資 組合管理上的靈活性 無論就是我們接下來的 觀點的變化 甚至乎在我們的風險調整方面 我們是完全是非常被動 因為我們做不到事 我們不可以再動這隻基金 那為什麼呢 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接下來進一步 就是看好中國股票基金的時候 那我們不能再加碼這隻基金 那我們是不是要另一方面 要硬要把資金 放進去另一隻基金呢 那本身可能我們兩隻基金 已經有Hard Closer的功用 大家已經限制了一個目標的配置 這一點其實可能會影響著 我們對市場觀點的看法 而是因為基金有Hard Closer限制了 另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要進行一個違比重還元 但是因為這隻基金 它是動不了的 沒得進去賣的 那你要怎樣做rebalancing呢 亦都可能被這隻基金卡住了 那是不是可以完全理會它呢 做不到的 所以其實這裏是很影響 我們怎樣去再進行呢 就是一個加入我們自己的嚴重點 以及投資組合有效 這些方面是嚴重受到的行為 所以如果市場上是有更好的基金的信息的話 我們覺得就是換走這隻NP中國股票基金 可以說是忍痛換走 因為本身它對我們組合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 都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首先要重溫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 就是NP中國股票基金 那當時我們加入這隻中國股票基金的時候 其實都有投資者問到 因為可能當時它的表現 未算是十分十分之標稱 那當然我們那時候做過很多research 那也當時大家一些 對於大名的中國股票基金可能比較熟悉 那我們有兩隻的中國股票基金 一隻就是它 另一隻就是首的中國增長基金 但是我們要說回就是 為什麼我們都會選擇就是NP中國股票基金 我們為什麼會配置它呢 由我們投資組合成立以來 累計了就是貢獻71% 即是它累升了71%的升幅 可以說是非常之誇張的 那但是本身不單止 首先一定最簡單 它一定要確認就是 它一定是一隻的因質的中國股票基金 怎樣去確認呢 就是要經過我們進行 在金錢基金的分析 我們主要會看回一些數量的數據 首先要確保得到 就是它在這個過去表現 費用比率 以及過去跌市調整期間的表現 都是非常之出眾的基金 那好了 看完一些過去的數據之後 我們在這個精算基金的分析 確定它是一個優質的中國股票基金之後 我們會再看 因為本身 我們已經是有一個首域的中國增長基金 而那隻其實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我們已經認識了很多年了 即基因經理Martin Now 其實都非常之清除 穩打穩擇 也能夠抖下捕捉 就是中國股市上的勢頭 之餘其實未必說可以 未必說會令到 我們對於single country exposure 好像其他個別的基金 是這麼大的 因為它本身抗敵的能力 或者它在一個防守性方面做得比較好 但是這隻基金 NB中國股票基金 其實它有些因素是覺得 我們可以夾得住 這個首域中國增長基金 形成了相負相成的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NB中國股票基金 它們自己的投資風格 是比較進取一些 它本身當然是不跟基準 但是它有些的觀點 是挺合我自己的研究的觀點 就是 早在2015年 其實我們已經是 非常之看好 就是科技股的板塊 以及本身這隻基金的 A股的配置 亦都比較高 Emej主席說 它A股比較高的配置 還有一些科技股的觀點 比較看好的時候 一些美國中概股 就是ADRs的配置 亦都會比較高 這個我們覺得 其實它自己的投資風格 比起很多市面上的基金 來得特別 亦都能夾得到 我們自己的研究觀點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研究觀點 透過這隻基金去投資 亦都是跟首域中國生長基金 的風格是有些不同 就形成一個 就是相負相成的作用 這個是當時 為什麼我們要買 這個NB中國股票基金的原因 但現在因為沒有辦法 即是有一個Hard Closure 我們一定是要更換的 如果市面上有更優質 或者有些類似 我們剛才說過以上幾個項目的 一些基金的話 其實我們都覺得 適宜進行一個基金 轉換基金的換馬 首先看回 我們最終就換入 康德森這個中國藥星基金 因為本身在我們自己的 精算基金分析 當然這是最初步 但亦都要做 確認 它本身都是一個優質的基金 如果看回徵算基金的分析 其實它都頗出眾 因為本身總得分 排第二 就是僅持於NB中國股票基金 這個基金 其實它的表現穩定性 都算是頗特別的 因為它在過去五個歷年 由2012年開始 其實它在大部分的時間 都能夠排名首30% 也就是說 這個穩定性是做得不錯 這個是在整個 中國股票基金裡面 不是那麼多基金做到的 通常我們的觀察 是看到很多基金 是大起大落 有一年排名比較高之後 第二年可能大幅 是落後的 排很後的 這些穩定性 其實我們不太喜歡 尤其是我們說的 波動性 都已經是比較大的 中國股市 你基金本身的穩定性 做得不好 我們不太喜歡 而且我們在整個 精選基金 最中排名 得分最高的五隻基金 其實如果你看回 下譜比率 或者第三年期的 風險回報的比率裡面 其實就是亨德森 股票基金的比率 是最高的 也代表著 不單止他的表現做得好 在風控上 其實也算是做得不錯的 當然 跟Piers做個比較 我們可以看到 Handerson 這個中國股票基金的表現 是能夠大幅地跑人同齊 如果我們拿一個更加遠的表現 由2008年開始 計算在累計回報方面 都可以看到 這個基金相對比起 很多市面上的同類基金來講 做得不錯的 這裏進一步就是講解 在歷年回報方面 為何說他的表現 相對比起很多Piers 是來得好 因為我們都看到 在過去五個歷年 其實他都能夠跑人 這個市場上同類型的基金 在歷年回報方面 就算在跌市方面 其實他的跌幅 也算是比市場上少 這一點 其實在精算基金的分析 過去的回報和數據 去看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是一種優質基金 但是 在投資劏偉方面 我們剛才說過 他本身在精算基金得分 或者是在優質基金 這是最初步的分析 但是我們本身加NB 中國股去基金 我們有另外一些 考慮的因素 就是他要合得到 就是我們的研究觀點 還有他是有 另外一些東西 可以給予我們 相對比起這個 本身我們已經 另一個 持分析收益中國 增長基金 他是要有 另外一些投資的風格 才可以值得我們 加去 兩隻基金 組成在一起 就是形成建構 就是我們中國股市的配置 形成一個雙負雙成的作用 那為什麼我們會加上 Hunter Sun 這一隻的中國藥升基金呢 那就是 其實他跟NB的風格是幾次的 同樣 他也是有相對比較高的 ADR和科技股的配置 當然 在美國的中概股來說 大部分都是這些 ADR 大部分都是一些 中資的科技股 所以 他是由於看好 就是科技的板塊 所以 以至到他的ADR 亦都是相對比起 很多市面上 同類型的中國股票基金 在這一方面的配置為高 另一方面 不單止 就是看好 科技股 那 連帶就是我們 另一個 都是開始 2017年 看好的一個板塊 就是金融的板塊 他也是強有制 他也是有一個較高的配置 所以其實 跟我們自己的研究觀點 是幾合的 亦都是相對比起 就是所謂中資產基金 一個不同的地價方面 那 剛才都說過 就是在市面上 市場上 你要找一隻基金 它是要有 足夠多的ADR 足夠多的科技股的配置 和足夠多的A股Exposure 即A身體投資在在用市場 足夠的A股 那 要加這三樣加迷 其實有很多選擇 真的找不到 那這支基金 難得地 NPE的策略 是有點相似 我們的而是比較喜歡的 而另外一些 我們對沒有那麼喜歡的板塊 例如是能源板塊 其實它是沒有什麼 去配置下去的 所以也是 可以這樣說 在投資風格上 很多不同方面的考慮 其實這支基金是幾合的 那最後講一講 就是為何形成一個雙負雙城的作用呢 因為你看到就是 其實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它在這個ADR 中國的A股方面 配置 是相對比較多的 那這個是 在首位中國增長基金 是見不到的情況 那還有呢 就是本身它在這個科技股 甚至乎 尤其是在金融股方面 我們自己看它的板塊 它也是配置比較多的 那這個也是在收益增長基金方面 其實金融股的配置 相對明顯地是低很多的 那所以這些狀況呢 也都是覺得就是 其實本身 所謂中國增長基金 在我們中國股票部分的倉位 它是一個鐵膽 或者是它本身 我們認識這支基金 已經很多年 它的投資權力非常穩定 那也都是比較 相對來說 它的防守性比較強的 那但是呢 另一部分 既然我們都看了中國市場 那尤其是就是 在這個負責任的部分 我們也是不介意 賣一支就是 波動性 或者是可能 在投資策略上 比較進取一些 的中國股票基金 那沒有了NB 中國股票基金之後 那亨德森 中國弱星基金 我們覺得就是 無論它在歷史的數據方面 做法國的 這個量化分析 得出來的數據 是證明它是一個 優質的基金 那另一方面 就是它在投資風格上 亦都是非常之合 我們自己的觀點 大家都是看好科技股 和金融板塊 而它在這個ADR 和這個配置 亦都比起市場 和它的基金是多 亦都可以同 我們自己的 本身現在 另外一隻的 中國股票基金 也就是說 這個手續中國增長基金 形成一個相符相成的作用 這是非常之重要 不是說 我們只是純粹做少許的數據 分析 看過去五年 哪隻基金的表現最好 排第一 我們選擇它 我們一定要合得到 你才有一個足夠的理由 為何我們不只是買一隻基金 不是買三隻 我們只是買兩隻基金 作為一個中國市場的配置 就是它們可以合得到 這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可以把我們自己看好的東西 我們的研究觀點 形容下去 放進去我們投資組合裏面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這個月 其實主要跟大家去更新 這個投資組合的變動 即基金的轉換 只有一隻 其實在10月初的時候 已經做了這個action 基本上 股票策略和債券 沒有怎樣變 可能我們會將更多的時間 放在下個月 因為下個月 我們即將會出 這個2018年的投資展望 可以這樣說 說多一點 就是在2018年的投資展望 我們主要看好的一些方向性 或者是我們比較看好的市場 其實大體上和2017年是相似 但我會覺得在2018年的方面 雖然我們定了暫時 一些投資的框架 或者我們看好的市場 但我會覺得2018年的市場 是更加動態的 即是你不可能在年初定了一些 什麼的框架之後 你全年都會跟著它 不可能的 因為由於就是那個小市 2017年已經升了這麼多 很多市場的估值 其實便是不在的了 所以變相就是 令到我們要去更加努力 去緊貼這個市場的狀況 以及監察著自己的投資工具 要看回它的價值 有沒有因為市場的變化 實際太急 或者出現了調整 而出現了變化 所以可以這樣說 就算我們下一個月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對於2018年的投資展望 或者主要的看法 也好 我會覺得2018年 是更加一個動態的一年 即是我們要更加緊貼著市場的發展 在這個月份 update就跟大家去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多謝時間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股市和賺錢市場 尤其是在基金方面 有一些投資的策略 今天就多謝大家時間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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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股市 記得 你們 我們會有個時尤其 那些消息 zo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